欢迎收听 胎绿游乐园 我觉得人生就是在学一个选择啦 选择的智慧 而且你不觉得有时候到年纪越大了之后 就会有一种越重大的选择 要在很短的时间决定 想一想就会觉得好可怕哦 小时候怎么都不会有这种困扰 越长大就觉得 我一定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做出这个决定 有时候甚至影响到 以后这个机会就有 这个桥就接过去 跟以后这个桥就断了 就没有 那我到底是要还是不要 我觉得这种 对每个人来讲都是很大的考验 不是很大的考验 对啊 你像你期末考跟有一场两百万的晚会要不接 不接你要选哪一个 期末考没有就被当 这个还蛮难啊 这个还蛮难的 两个同时都 这好难 这代表说我们还有一些学生的责任感你知道吗 对对对对对 我现在又回想说当时两百万为什么 为什么要犹豫呢 可是我想说 不行啊 期末考啊 其实也很重要啊 逼不毕业看这一次考试 对啊 玩一下吃个必修那又 就再用半年一年时间就回来嘛 好像這個代價要考慮一下 對 但兩百萬也不見得 接下來半年賺得到你要不要 你看 多難啊 對 如果是畢製的話 我應該會選畢製 你會選畢製 對 因為 你 這是一個過 畢製跟那天可以跟John Mayer一起錄音 可以喬一下嗎 我不管 你們就是只有二選一 他只有那天時間出現在台灣 我還是會選畢製 你選畢製 市井勒 你選John Mayer對不對 我可能會選John Mayer 但是我會付出代價 我就是延避 對 還是這題跟男生女生想的有關啊 有可能 因為我對John Mayer還 就是沒有到那種 很愛很愛 那是誰 星寶島 星寶島可以喔 Sacconaction 影韻樂團 喔 你居然是我的課台 知道他們喔 對啊 所以我才說 太妙了 就是來學校很好的地方 就是你會看到自己可能 以前看不到的東西 嗯 對對對 所以這個就是來學校最大的收穫 對啊 我自己覺得 對啊 你會有很多 英文叫SERENDIPITY 就是不期而遇的美感 嗯 不期而遇的美 叫SERENDIPITY 就是 原來 這個世界上曾經有過這樣的東西 我居然還沒有和他相遇 對啊 來到了學校 可能是老師或同學 才告訴了我 我才知道 有這麼好的東西存在著過 嗯 對 現在大家都說什麼網路上什麼都有 可是沒人跟你講 你也不會去找來看跟聽嘛 嗯 所以其實有一群這樣子的朋友在旁邊 我覺得是蠻重要的啦 嗯 我覺得是蠻重要的 D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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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Du-du-du-du-shoopie-doo-pow